嘴破喝鲜草茶降火气还不够?中医,这些补气中药材更不可少。 中医看嘴破,体内有火,多有劳累,精神压力大等引起。 嘴破在中医上称为口疮或口羊。 陈梅飞中医师表示,嘴破属于体内有火的状况,原因通常来自于免疫力下降,生理机能较弱,食用上火食物,劳累,精神压力大,或女性经期来实抵抗力差,而造成口内细胀。 陈梧感染,形成口内疮。 容易有嘴破的人,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者,本身正气不足,体内有热像,属于虚火状况,症状为口前舌燥,烦躁不安,易疲倦,便秘,失眠睡不好等。 至于正气不足是指什么?也就是人体内精、气、血、筋液等正常的生命物质失常。 体内能量不够出现亏虚,而无法维持人体组织,器官正常的运作,当正气不足时,也就如同失去防护罩一般,无法抵御外邪入心,并导致体内阴阳失衡。 当体内阴阳失衡,出现阴液耗损而无法制约阳气时,就会导致上火现象,因而形成嘴破。 至嘴破不止喝仙草茶降火气,需再加上补气中药材。 嘴破既然是体内有火,又是正气不足引起,那么有什么食物能缓解? 网络盛传,喝仙草茶可以降火气,有效致嘴破,不少人认为仙草茶能降火气,消除嘴破。 陈梅飞中医师表示,仙草茶是由仙草钱、薄荷、甘草三种食材组成,以清干热为主,可达到输干、解毒、降干火的效果。 适合睡不好,情绪压力大的干火望者,然而嘴破出了上火外,更重要的原因是正气不足,由于仙草茶并没有浮正气的作用。 因此若要喝仙草茶来降火气,需要再加上补气的粉光、黄芪、党参等食材来辅助正气,增强免疫力,才是正确的嘴破治疗方式。 嘴破饮食要注意,吃含维他命C、P的蔬果,即吃燥热、甜食、发性食物。 除了浮正气食材外,要缓解嘴破,陈梅飞中医师建议,可多吃富含维他命C、维他命B,以及含有铁制的蔬菜水果,如柠檬、吉义果、番茄、巴勒、葡萄、苹果等。 此外,不宜多吃燥热,抑上火的食物,如辛辣食物、火烤、油炸食物,以及甜食、发性食物,只易引起过敏、发毒注火鞋的食物,如鹅肉、鸭肉,也要少吃冰冷含粮食物如冰品、瓜类水果等。 预防嘴破,让体内阴阳平衡,从生活形态改善。 嘴破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,由于工作忙碌,生活压力大,作息不正常,营养摄取不均衡,往往让脏腑功能失衡,体内阴阳不掉,造成阴阳偏胜或偏衰。 当任何一方偏胜,都可能产生疾病,嘴破就是阴气偏衰,阳气不足,是一种体内虚热的情形。 而要预防嘴破,首先要从调整生活形态做起,提升自己的免疫力,让体内阴阳恢复平衡,才是首要之物。 中医看嘴破,体内有火,多有劳累,精神压力大等引起。 嘴破在中医上称为口疮或口羊。 陈梅飞中医师表示,嘴破属于体内有火的状况,原因通常来自于免疫力下降,生理机能较弱, 食用上火,食用上火食物,劳累,精神压力大,或女性经期来实抵抗力差,而造成口内细菌感染,形成口内疮。 容易油嘴破的人,属于气阴两虚体质者,本身正气不足,体内有热像,属于虚火状况,症状为口前舌燥,烦躁不安,易疲倦,便秘,失眠睡不好等。 至于正气不足是指什么? 也就使人体内精、气、血、筋液等正常的生命物质失常。 体内能量不够出现亏虚,而无法维持人体组织,器官正常的运作,当正气不足时,也就如同失去防护罩一般,无法抵御外邪入心,并导致体内阴阳失衡。 当体内阴阳失衡,出现阴液耗损而无法制约阳气时,就会导致上火现象,因而形成嘴破。 至嘴破不止喝仙草茶降火器,需再加上补气中药材。 嘴破既然是体内有火,又是正气不足引起,那么有什么食物能缓解? 网络盛传,喝仙草茶可以降火器,有效至嘴破,不少人认为仙草茶能降火器,消除嘴破。 陈梅飞中医师表示,仙草茶是由仙草钱、薄荷、甘草三种食材组成,以清干热为主,可达到输干、解毒、降干火的效果。 适合睡不好,情绪压力大的干火旺者,然而嘴破出了上火外,更重要的原因是正气不足,由于仙草茶并没有浮正气的作用。 因此若要喝仙草茶来降火器,需要再加上补气的粉光、黄芯、挡身等食材来辅助正气,增强免疫力,才是正确的嘴破治疗方式。 嘴破饮食要注意,吃含维他命C、P的蔬果,即吃燥热、甜食、发性食物。 除了浮正气食材外,要缓解嘴破,陈梅飞中医师建议,可多吃富含维他命C、维他命B,以及含有铁制的蔬菜水果,如柠檬、吉义果、番茄、巴勒、葡萄、苹果等。 此外,不宜多吃燥热,抑上火的食物如辛辣食物,火烤、油炸食物,以及甜食、发性食物,只易引起过敏,发毒注火鞋的食物,如鹅肉、鸭肉,也要少吃冰冷含粮食物如冰品、瓜类水果等。 预防嘴破,让体内阴阳平衡,从生活形态改善。 嘴破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,由于工作忙碌,生活压力大,作息不正常,营养摄取不均衡,往往让脏腑功能失衡,体内阴阳不掉,造成阴阳偏胜或偏衰。 当任何一方偏胜或是偏衰,都可能产生疾病,嘴破就是阴气偏衰,阳气不足,是一种体内虚热的情形。 而要预防嘴破,首先要从调整生活形态做起,提升自己的免疫力,让体内阴阳恢复平衡,才是首要之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